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們講兩個 然後等一下會玩一個 然後那個我稍微會示範一下 那我先講我們等一下不會玩的 就是 細胞分裂 大家應該有聽過 就是可能需要比較多人 然後可能會分成三個四個 或者每一組都三個一組 然後會有一個鬼 他可能可以拿一個棒子 還是什麼一個比較明顯的東西 然後 反正就是時間到了 對反正他就是 反正那個鬼就會去 就是因為很多個 三個三個嘛他們就是一個細胞 然後他就會去 那個其中一個細胞 然後比如說我這邊 就是這邊有三個人 然後我鬼跑過來 那 是另外一個人 是另外一個人 前線之源 前線之源 鬼是抓人的 你可以拿下面的人示範啊 下面不是 你要擠的人 然後你給他 就是原本 他會有一個鬼 然後一個人在跑 比如說 我是在跑的那個人 然後 我是在跑的那個人 然後我跑來跑 比如說我來這裡 我來他們的細胞 那自己人就要分裂出去 我就要先抓在跑的人 如果我進去另外一個細胞 另外一個細胞另外一個人就會出來 啊你都要抓被獨立的那個人 對對對 那就是邊緣的那個就是被碰進去嗎 對就是抓邊緣的人 對 沒有啦沒有 啊謝謝你 謝謝 好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 射飛鏢 那這個射飛鏢呢就是 怎麼講 就是 不能不能笑 然後 會有一個人去演 就是 比如說我現在有開始射飛鏢 然後 大家都不能笑 對 會有一個 你要假想自己的飛鏢 然後你要去射別人 然後被射的人就要 就被射到 然後接住 就是要演 然後 旁邊的人不能笑 然後會 然後要有一個人 就是會有一個主持人去抓 看誰在笑 對 比如說我就 然後 然後 然後你就要接住 然後你等一下就要射別人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 要盡量浮誇 就是要很浮誇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因為有別的這個 所以我不能太浮誇 就是 對 對 對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會有一個 或是 或是兩個人去看 就是大家誰在笑 啊笑人就輸了這樣 對 這之後也可以改成 看是 除了射飛鏢 還有什麼其他可以互動的方式 對 這不是很好 如果大家是坐著還是站著 這都可以 對 就是 被射到的 對 因為被射到的才有動作 才需要有動作 我們玩個兩三輪試試看怎麼樣 好 那 那誰 才會笑的 懂 才會笑的 才會笑的 才會被笑 然後被抓到 然後被抓到的人 就被人一直笑 不覺得 這樣 他剛剛準備好了 應該 情緒不整好了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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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始囉 等一下 我不敢起來嗎 因為你就是接到之後 然後看你要射別 可是剛剛Sandy跟旁邊的那個都笑了 然後就出去 然後在那個時候就說 這兩位笑了 這樣子嗎 出去嗎 出去 然後到時候人會有點少 然後到時候就騙兩個人在補射 哦 好 我們再一次 那從你開始 等一下 撈不住 你要看他 拜託你知道你被射的 他浮誇不孝 那台班很為難耶 看你自己笑我 加油 努力的射出 你們怎麼都這樣 我覺得可以站起來好像比較好射 加油 靠你了 這個同學笑了 其實Sandy剛剛整場都在笑 然後我抓到他之後他就變成射別了給他 對 沒有 他就射到了 可以抓到他 OK OK 好 我們就玩這樣兩個 可是你們真的要鼓勵 我覺得這個在兩邊的小朋友都會玩得很多 可是你們要鼓勵他們 現在還要翻科狗 跟有創意 對 可是我覺得做得很難發揮耶 他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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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起來 他可以上去演一個 然後再演一個 真的很貴耶 好好好 那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